本文由银星粉丝团作者卢生原创,北京允许不得转载,无几年今年也算是大火了吧。 其实,如果延期攻略不火的话,他后面的发展,也还是可以期待的。 毕竟,于正为他准备了好几部大女主的古装剧啊,但是,谁知道是刚刚播了一部就已经火了吗? 现在的五几年,是大家很熟悉的魏英洛了,口碑也还是可以的,虽然之前被说爽大牌什么的,但是周围所有人对他的评价都是正面的,连采访过他的记者和媒体都忍不住发声,可能真的是团队的问题吧。 所以说,虽然出道了这么多年,之前一直都没有活起来,但是现在能够预昭成名也还是不错的。 最起码,现在已经是知名度很高的,大家的认可度也还可以得新人演员了呀,只要接下来的作品能够再有一些获得大家的认可,得到更多的关注。 他在娱乐圈的剧,基本上也就稳了,不过,接下加奖要开播的五几年的新剧,可能不是很容易火了。 据说,由文虎指导,于浩铭,吴锦言等人主演的电视剧《外谈中生》,预计将于第四季度登陆二辉卫视。 该剧拍摄2016年上半年,为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,于浩铭在剧中饰演男主角杜新生,也就是马上迎来的11月怪可能会播出了。 虽然这部剧的宣传和知名度真的是几乎为零,但是毕竟女主角现在火了,所以说,这部剧如果播出后,应该还是会有人关注的。 但是,男主角是于浩铭这件事情,还是挺让人担心的。 虽然于浩铭的演技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了,但如果作为男主角的话,他也是很难做到吸引大家的目光。 现在这部剧的宣传应该就靠吴锦岩了,在拍摄的时候默默闻,播出的时候,他就已经是红人了。 看了剧照后,觉得这部剧火的几率应该不是很大,因为吴锦岩在剧中的造型并不是很好看,而且是年代剧,所以人物的造型是可想而知的。 不知道大家这个时候还能不能够接受吴锦岩的现代剧的造型了? 毕竟,在我们心目中的他还是那个魏英洛,看来无几颜色剧剧,十有八九十有不老。 本文内容之为明星粉丝团原创,转发请先联系我们,谢谢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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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。 。